男人突然惊恐地发现 身后的美人鱼竟然快要淹死了 他赶忙想要打开鱼缸 却遭到了守卫的阻拦 眼见美人鱼就要不行了 男人一把夺过了海盗手中的武器 看着大口呼吸的人鱼 壮汉也只能恼怒地抽回了大刀 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 就在美人鱼扛着这群海盗寻找不老权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鱼缸碎裂之后 美人鱼被甩了出来 接触到大地的人鱼开始飞速变化 鱼尾竟变成了两条大长腿 这让八百年没碰过女人的海盗们 顿时觉得口干舌脏 幸好这时男人脱下了自己的衣物 帮他挡住了一抹春光 但刚诞生的双腿根本无法走路 可海盗王却下令继续前进 看着美人鱼楚楚动人的样子 男人主动抱起了他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海盗王的阴谋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不老权附近 原来召唤不老权需要人鱼的眼泪 小美人鱼自然宁死不屈 然而海盗王早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非常精彩的一部奇幻大作 强烈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原片 保证你不会失望